读懂了知智通监 就读懂了人生 何人读通监 多谢关注何人读通监节目 今期我们讲皇朝起义 咸统十四年 即是八七三年七月 以终一病不起 离留之制 皇宫宋伟部队领军太监刘恒心和韩文药 立以宗的第五子 视而连十二岁的普皇李掩为太子 代行国征 两日之后 以宗嫁宾李掩职位 改名李轩 视为欺宗 他在位十四年 其中十年是农民起义 四年是凡真混战 国家可以说 无一日太平 这位少年皇帝对政务一笑不通 都交给自小服侍他的太监田宁之伴 但是对玩乐游戏 如斗鸡倒岳 速谷马球 却事事精妙 他曾经对灵人石野猪说 如果朝廷有马球进士科 我一定是藏原石野猪贼打 如果由姚信来做礼部侍郎主持考试 执闭下 一定会被他们赶出考场 他听了亦不发怒 一笑自知 这个时候的大唐已经天下大劣 天灾凭逸 经济崩溃 民不聊生 义军风起 宦官专权 把持朝政 凡真割据 富税不共 多种危机 集中爆发 怨护怨年 即是八七四年 杜州人黄先知 聚中数千人 在祥缓 即是今天的河南新乡市 喜事 很快就声势大胜 相计攻下暴州 曹州等城 潜护怨年 即是八七五年 黄巢在家乡冤居 即是今天的山东河宅市 也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 与黄先知合兵一处 公嫖周远 横行山东 民之困于重念者 曾归之数月之间 众至数万 第二年九月 义军攻险宇州 即是今天的河南省平顶山市 生禽刺史黄寮 冬到洛阳大镇 黄先知进军郑州遇了向南转战 黄先知 妥有斩获 黄廖在义军之中 自书旗州刺史陪压 要他向朝廷请求 招案黄先知 朝廷授予黄先知 左臣策军压牙 兼监察如是 皇朝因为未获得朝廷封军 便和黄先知反面 动起手来 打伤了黄先知的头 黄先知怕激起重路 唯有拒绝了朝廷的招案 但两人戒帝已成 只能分兵而战 黄先知向湖北 黄巢向山东 欠负五年 即是八七八年二月 黄先知在湖北战死 暴将上让率领残暴到博州投奔黄巢 黄巢就成为义军的唯一领袖 号称冲天大将军 率军在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流动作战 冰封所致 及于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湖南 湖北 都潜伏六年底 二军已扩展到二十万人 权幻拳令治见二军细成 就预早经营四川 作为自己将来业持稀中的退路 于是就有了激求岛三村 这件被视为唐忘伏笔的荒唐事 当时四川有三镇节道事 是西村 东村和山南西道 西村最富庶 田令治本姓陈 他大佬陈敬孙是左金吴大将军 田令治就就请在陈敬孙和自己的心腹 杨诗立 牛玉 罗元稿四人之中 选三个出来 任这三镇节道事 怎么选呢 其中对这四人的节粗才干都不多知 就下令打一场马球 以入球先后来定 结果是陈敬孙先得分 就出镇西村 杨诗立和牛玉 则分别镇东村和山南西道 罗元稿 则稍后出任河阳节道事 说明元年即是880年11月 王朝义军攻陷东都洛阳 十二月入同关 离长安只有一战之遥 这个时候 朝廷封王朝为天平节道事 想他就此指暴 但是这个小小的节粤 还能够打动这位早年就有 他年我若为清帝 暴雨桃花一处开 和冲天乡镇透长安 满城尽拜黄金甲之志的冲天大将军 他胜利在望 正愁处满志 甲新人 百官退朝 听闻联兵入城 就四围找路走难 田令至率领神策军五百士兵 保护着稀宗 从金刚湾 仓皇逃出长安 就得四皇和妃笨素人随行 稀宗成了继唐元宗之后 第二位被迫远离长安前往成都避难的唐朝皇帝 庚仁人 皇朝入长安 将留在长安的礼堂宗室 尽数杀杀 第二日入宫 即皇帝位于陷垣殿 国号带齐 改缘金筒 几日之后 走到兴源 即今日陝西看中的稀宗 照令诸道指寺兵马倾巢而出 无需收复京师 然后接受陈敬孙和田令至的建议 前去成都 皇朝二军主力被困在长安附近几个周园 不能够施展 外围则被勤皇的繁镇兵马围到杀一杀 双方对峙了一年多 到中和二年 即八百二年九月 二军将领同舟 即今日陝西惠南市大泥院 防御市朱瘟 因为不满园兵不治 就向前提献成投降 获著名传宗 这件事对士气本来不高的二军打击极大 形势急转直下 几个周园相继失守 中和三年 即八百三年四月 皇朝退出长安 向东重新走上流动作战之路 在各地截道市 伴将朱瘟上让 与元堂的沙陀族各路兵马围追倒截之下 二军一路败退 中和四年 即八百四年六月 皇朝兵马没了 身边就剩下兄弟妻子 在泰山郎府谷被外甥林彦杀死 首级被沙陀兵抢走 七月 由武林哲导师时普传送成都 从皇先知长缓起事 到皇朝泰山被杀 持续了十年唐朝最大规模农民起义 就此失败 时普派人将皇朝和他家人的首级 以及一些基写送到成都 戏中在大元楼举行接收仪式 戏中问那些被皇朝劫走的女子 你们都是出身于昆贵之家 世受各一 为什么要屈从亦策 为首的一位答 狂责空亦 国家有百万之重的军人 朝廷连宗庙都守不住 要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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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不饮酒 亦不哭 直到兽灵 始终神释宿宜 皇朝起意被镇压下去 并不等于希宗就有好日子过 那些出过力的军阀 个个以大堂救命因人自居 曾功请赏 吵埋一构 甚至蠢蠢欲动 任足不臣之身 例如 希宗还未回去长安 沙陀国主李克勇就在晋阳招兵买马 还派人到成都 在皇帝面前大肆攻击朱瘟 说他逃谋不轨 施压要朝廷采取行动 如果不是 沙陀将不惜使用武力 希宗无奈 唯有好言相劝 但是一支用都没有 唯有听之任之 当时樊振互相攻击 朝廷也不再和他们分道理 由得他们鬼打鬼 斗好力 互相吞兵 当朝廷无到 宫内 即是由田令志更加专华 希宗完全抓不到主意 形同被软禁 只能够暗中对三两心腹近视流流眼泪 发发牢骚 江启元年 即是805年的3月 希宗还价长安 但是朝廷毫令 仅能施于河西 山南 建南 岭南 数十周而役 五月 沿河中哲道士王重荣 被田令志改调太令哲道士 十分不满 十一月 伙同李克用起兵进犯京师 十二月逼近长安 田令志带着希宗从开羽门离京 走到宝鸡 希宗成为唐朝第一位两次离京被禍的皇帝 江启二年十月 留在长安的百官立以宗的第五子 湘王李温为帝 但是两个月之后 即被半军所示 江启三年二月 希宗在梵镇和百官的压力之下 终于霸了田令志的所有官将 长留端周 但是田令志走了去成都 依附大佬陈敬孙 没有走上流放之路 在这种各方面的失控的局面下 希宗的生命也到了尽头 文德元年即是八八八年二月他病重 于是梅鸾长安 而一个月之后驾崩于陵附殿 皇帝秀王李杰 改名李敏继维 视为超中 参与者以贫富的农民为主 坚持十年或以上活动范围超过一半国土 佔领过前朝的首多或重要城市之后 终于建立自己政权这样的农民起义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五次 除了唐活的王朝之外 还有原末的朱元璋 明末的李智诚 清中叶的洪秀传 和现代的共产党 而成功的剩下的两个 就是朱元璋和共产党 厄国问号托尔斯泰说过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 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 但是中国这五场农民起义而言 却应该是 失败的革命都相似 成功的革命亦都相似 而失败者和成功者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 在进入自己的新国都之时 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个胜利的 唐喜忠讲明元年 即是880年12月夹新日 皇朝部队进入长安 百姓夹道罪官 义军将领上让对百姓说 皇朝将军喜事 本为百姓 不像李氏皇帝那么租资你们 大家不用怕 儘管安居乐业 义军将士起初见到穷人 还会给他们一些钱买 但是很快就四出抢掠 焚烧事事 杀人满街 皇朝都不能够禁止 义军特别憎恨官吏 作祖就杀 七日之后 皇朝入宫 连户龙袍 礼岳等等都来不及准备 随便应付 就闯却登上龙座 做起皇帝来 有人在尚书省门上写了一首封刺义军的诗 上让古是元官利或者门为所谓 禁止自己失去民心 是他们致命的政治错误 而在军事上 部队局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一个合小地域活动 最远不过就是朱温供邓州 上阳供逢墙 根据地体量态势 而且不稳定 义军承受不住全国军军的围绕压力 曾一度撤离长安 虽然很快就收复 但是军事形势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朱温和上阳等原来的义军将领背叛 沙陀族的武装加入官军部队作战 迪使王朝于八达三年四月最终退出长安 继续起来 他在长安坐了不到两年半的农椅 初起时势头顺硬 以流动作战方式攻夺城池 胜则取得吸氧 稍事休整 败则设为他向 另觅目标 颠覆或重创现存政权 攻占各都或重要城市 建立自己的政权 忘记初心 很舒服地享受原先自己憎恨的生活 不思进取 懒以将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过一阵瘾就死 旺朝起义军由此至终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明末李智诚起义和清贵的洪秀传起义 两度重演 这三位失败的农民起义领袖 都输在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 对李智诚起义失败的原因 郭满若先生在他的著作《夹新三百年制》中 有深入精度的分析 李慕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 警惕重蹈农民革命失败伏设的座尤明 至于对洪秀传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 历史学家罗尔农先生在他的历作《太平天国史中》 专门从政治和军事战略角度有个论述 认为洪秀传没有坚持原定的在开封建刀的计划 而将角刀定在南京是犯了大错 因为南京没有足够的忠心和后方 而受攻击却极限防守 不宜作为大国首都 但是这只是军事战略上的创业 而政治上的不思重进取 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朱元璋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成功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吸取了失败者的教训 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严肃 谨慎的态度 十分注重顺应民心 祸眼天下 将革命进行到底 朱元璋严格执行朱星向他提出的 高足长 港职梁 缓清和策略 没有急于在刚刚打下来的应天府 即是今天的南京建国 而是在先后灭了陈有亮和张士成等割据武装 以及所有敌对势力统一江南之后 才着手建立自己的帝国 而且随即发动北伐 占领元朝的大都 即是今天北京 修复了汉族政权 失去了四百年的燕云十六洲 将前朝的残余力量赶去莫北 掃除了所有足以威胁帝国的安全隐化 足足用了二十余年才正式确定了大明王朝的完整版图 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日 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 东北和华北大片国土已经成为他们的后方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过长江 占领南京 直至广州 在这样的军事形势下 新国家的首都北京稳于泰山 没有任何人能够将这个新政权赶出北京 但是就算是这样 仗还未打完 第二年六月 华东 华南 西南 西北 相继解放 接着是新疆 西藏 和平解放 一直到现在 建国已经七十月年 香港 澳门也顺利回归 但是对台湾仍然念之在之 未有一刻松懈过 任何博弈都是小的较量 政权更跌更是这样 衡量小的大势有三个维度 猛锐 港口 坚人 新力量靠着猛锐的势 可以危急甚至颠覆旧势力 但是如果没有比旧势力更港口 更坚韧的势 是维持不了很久的 天下不安 新政权亦不会安 敌人还志 一座孤岛始终都是不稳阵的 世由人造 既可造强 亦可造弱 就看方向对不对 但是 旺朝 李志诚和洪秀传 都没有认识到这些道理 小胜即丢 贪图安人 不单止不能自觉地 从各个维度 造强自己的势 反而肆无忌惮地削弱他 那 豈有不败之利呢 好 王愁喜意就说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超中秘诗 多谢大家